请大家打开路加福音24章 路加福音24章 我们在今年的受难周的敬拜当中 尤其是周五的受难节的晚上的礼拜 我们是回到路加的记载 所以我们继续延续路加的记载 来到他所记载的第24章 第24章 我们要看耶稣复活之后对他门徒的显现 我们今天主要来看第13到第35节 但是我从第24章的第1节开始读起 让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 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 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 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 怎样告诉你们 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 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复活 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 便从坟墓里那里回去 把一切的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 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摩达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 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 他们这些话 使徒以为是胡言 就不相信 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 低头往里看 见细麻布独在一处 就回去了 心里稀奇所成的事 正当那日 门徒中有两个人 往一个村子去 这村子名叫伊玛五四 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 他们彼此谈论所预见的这一切事 正谈论相问的时候 耶稣亲自就近他们 与他们同行 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 不认识他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 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戈留巴的回答说 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耶稣说 什么事呢 他们说 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 他是个先知 在神和众百姓面前 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祭祀长和我们的官府 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 定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 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不但如此 而且这事成就 现在已经三天了 再者我们中间 有几个妇女 使我们惊奇 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不见她的身体 就回来告诉我们说 看见了天使显现 说她活了 又有我们的几个人 往坟墓那里去 所遇见的 正如妇女们所说的 只是没有看见她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 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 他们却强留他说 时候晚了 日头已经平息了 请你同我们住下吧 耶稣就进去 要同他们住下 到了坐席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注谢了 剥开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这才认出他来 忽然耶稣不见了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 岂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就立时起身 回耶路撒冷去 正遇见十一个使徒 和他们的同仁 聚集在一处 说 主果然复活 已经显给西门看了 两个人就把路上 所预见和掰饼的时候 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 都诉说了一遍 我们今天读神的话 就到这 这是路加所记载的 耶稣基督复活的记录 我们看到当时的门徒们 面对空坟墓的反应 是他们怀疑 他们不肯相信 耶稣真的复活了 就在耶稣复活的当天 耶稣所有的门徒 都不相信耶稣复活了 没错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人 天生就能相信耶稣复活 所以 如果今天你来到教会 你说 基督教 一些价值观 基督教所讲的这些 道德的原则 我都是还挺喜欢的 但是 关于耶稣复活的这个事情 我还是有一点怀疑的 我有一点将信将疑的 或许你还没有受洗 你说 我还搞不太清楚 耶稣复活这件事情 或许你是已经受洗的基督徒 但是你说 我还是有一点怀疑 不要觉得惊讶 也不要觉得羞愧 因为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 天生就能相信 耶稣复活 包括耶稣所有的门徒 在复活的那一天 听到了妇女们的见证 听到了妇女们的这些好消息 圣经说什么 使徒们觉得这是一派胡言 这些女人 不知道早上吃了什么早餐 怎么还说看到天使 看到耶稣复活 我们不相信 所以今天我们也和当时的使徒们一样 当时的门徒们一样 我们需要上帝亲自来光照我们 我们需要耶稣亲自来帮助我们的不幸 就像他在那条去网 以马五四的路上 帮助那两个门徒认识他一样 今天同样的 他来用他的话语 用圣经上的话 用他的圣礼 来创造并且兼顾我们的信心 所以今天 如果你充满着怀疑 充满着挣扎 今天这段圣经 这篇讲道是上帝赐给你的 愿上帝亲自来光照你 赐给你信心 让你相信 耶稣基督真的已经复活了 而我们应当信靠他 我们看到整个这个24章路加的这个记载 分为三个部分 我们刚才读了前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这些妇女对耶稣复活的见证 第二个部分是耶稣复活的耶稣 在去往一马五四的路上 与这两个门徒的相遇 然后最后第三个部分 是我们没有读的 就是当天晚上 耶稣向十一个使徒显现的 这个故事 很有趣的 你们要注意看 路加记载的耶稣复活的耶稣 显现的次序 耶稣是最后向十一个门徒显现 所以这十一个门徒 是最蒙在鼓里的 其他的那些 首先最耶稣显现的是那些妇女 而妇女在第一世纪 是没有credibility的 是没有可信度的 所以这些妇女去跟使徒们说 耶稣复活了 这些使徒都嗤之以鼻的 这些人的见证 妇女是没有办法上法庭作证的 在第一世纪 但是耶稣却先向他们显现 有的时候 你办查经班 你会发现 来听 来一起查经的 最火热的 全都是姐妹的 然后你就恨铁不成钢 你说 哎呀 弟兄都跑哪去了 但是耶稣就是这个次序 先启示给这些妇女们 因为她们的心柔软 柔和谦卑 她们可以先领受 耶稣的复活的见证 然后是去往 姨妈五四路上 这两个不知名的门徒 你从来没有读过 哥流巴 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最后才是那些最著名的 在舞台上跟耶稣一起 同台表演的这些使徒们 上帝是公平的 耶稣是公平的 不要觉得说 哎呀 我不是那个中心人物啊 我不是那个 与耶稣最亲近的人 但是耶稣最先来辅救你 耶稣最先来向你启示 而我们在读到 这三段记录的时候 最详细的记录 最生动的记录 就是中间这段记录 就是耶稣在 姨妈五四路上 与这两个门徒相遇的故事 这是记载的最丰富的一段 而在这一段当中 如果你们有bulletin 你们翻到这个 讲到笔记的后边 你们会发现 哎 王一牧师给了你们一个bonus 给了你们一个额外的礼物 这是这一段的结构 十三节到三十五节的结构 而这个结构是 chiasm 你们有谁 这个学习比较好的 圣经知识了解比较多的 知道chiasm是什么 叫做汉堡包结构 所以你看到 上下对应的 对应的 第三十三到十五节 对应的 三十三到三十五节 然后一个一个的对应的 夹到最中间的是 汉堡包的最中心的部分 是那个肉饼 就是第三十 第二十三节的下半部分 就是天使的宣告 说他活了 所以整个的这个 这段的继续 是因着这句话 发生了转变 门徒们一开始 怀着愁容离开耶路撒冷 他们知道所记录的事情 但是他们不认识耶稣 遇到了 眼睛看到了复活的主 但是他们不认识他 但是接下来 耶稣用他的话语和圣礼 打开他们的眼睛 等到他们真正认识了 复活耶稣的时候 耶稣却看不见了 然后他们返回到耶路撒冷 非常非常精心雕刻的 非常精心的写作的 一段的记录 所以让我们今天来 回到这条 去往伊玛五四的路上 和这两位门徒一起 来与耶稣会面 用信心的眼睛 看到这位复活的救主 我们首先要来看 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的这条路 第十三节说 正当那日门徒有两个人 往一个村子去 路加特别喜欢记录 这些地理位置 他告诉我们 这个村子叫做伊玛五四 路加的记载 给今天的考古学 很多很多的线索 如果没有路加 我们今天好多地方 都不知道在哪 但是路加告诉我们 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 有二十五里的路 那这两个人 往伊玛五四去 二十五里路 是多远呢 其实原文顶上写着是 对吧 你们要懂原文的 回去看原文 上面写着是六十 Stadia Stadia 是啥东西呢 是大概六百个步 六百步左右 所以和和本把这个单位 给你翻译过来了 二十五里 是大概十一到十二公里远 也七个Miles 七个英里远 按照正常人的步行速度 大概你需要走 两到三个小时 你就正常走路 走两到三个小时 就能走到了 所以耶稣在这一路 给他们讲解圣经啊 耶稣这一篇道 讲了两三个小时 所以这是我这个 对于讲到长度的 这个容忍度 如果一篇道 讲了两三个小时 超过两三个小时 就有点太长了 所以我尽量不讲 两三个小时 但是这两个门徒很奇怪 为什么奇怪呢 还记得现在是什么时候 刚刚过了逾越节 逾越节是除孝节的第一天 也就是说 接下来这个星期 在耶路撒冷还有很多的 节日庆典的活动 他们还要庆祝 还有这些耍猴的 我们昨天去 Renaissance Fair里面 有这种各种 耍各种把戏的 还有很热闹的 耶路撒冷不是 约节一过 全都空城了 不是 继续还在里面 还有一些活动的 为啥这两个人 不继续留下来过节 赶到这一天 一大早就赶紧走 一个解释可能是 他们家就住在 一马五四 忘了拿钱袋 或者忘了拿啥东西 回家求一下 这个步行的距离 也不是很远 当天去 当天就能回来 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 这个不太现实 为什么 因为这个路加的记载 要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这两个人离开 是怀着一个很沉重的心情 路加说 这两个人是面带着 愁容离开的 所以 他们之所以离开 是为什么 在热热闹闹的这场节庆的典礼上 有两个人面带愁容地离开 是因为他们原来来到耶路撒冷 是本来想要跟耶稣一起起义的 他们要跟耶稣一起打败罗马人 要带来弥赛亚的国度的 哎呀 太失望了 这场闹剧 让他们没有心情 在耶路撒冷继续过节 还不如回家洗洗睡了 所以他们一边走 一边谈论耶稣的事情 到十八节的时候 路加告诉我们 其中一个人叫做戈留巴 另外一个人可能是他的妻子 但是这个只是 圣经学者的一些猜测 无论如何 他们在谈论耶稣的事情 十五节告诉我们 他们谈论相问 但是这个里面的翻译不是很好 相问那个词 在原文里面是争吵的意思 是辩论争吵的意思 很激动的 那种情绪很激烈的 所以这两个人 他们一边走一边 哎呀 怎么会这样呢 他们是情绪很激动的 在争吵关于耶稣 被抓起来 被处死这件事情 他们对起义的失败 充满着挫败感 充满着失落 他们面带愁容 这个耶稣啊 让我们众人失望 怎么没有最后打败我们的敌人 还有那个彼得 那个怂样 东北人 你看这 隔流巴是东北人的 彼得那个怂样 你看这个 哎呀 三次不认主 哎呀 你说他 那点勇气都去哪了 开始争论 很激动 所以正当他们谈论 争论争吵的时候 耶稣亲自就近他们 我们的主 这是我们的主 耶稣来就近 他的门徒的时候 不是他们都想明白了 不是他们 安安静静地在那 默想祷告 主啊 亲近主的时候 耶稣来就近 这两个门徒的时候 是在他们 out of their minds的时候 他们这个 情绪很激动的时候 他们在彼此犯罪的 在彼此争吵的时候 耶稣来就近他们 来与他们同行 耶稣在我们 最需要他的时候 不一定是我们 最亲近他的时候 耶稣在我们 最不理解耶稣的时候 耶稣来找我们 但是第十六节说 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 不认识他 就觉得这段记载 路下的记载太美了 太重要了 太能够颠覆 我们的认知了 你想想 这两个人在谈论啥 这两个人在 谈论耶稣 你在大街上走 你看着有几个人 谈论耶稣的 但是这两个门徒 这一路都在谈论 关于耶稣的事情 但是现在复活的耶稣 就来到他们面前 他们竟然不认识他 这是一个极大的反核性 两个支持耶稣的 给耶稣投票的 然后一路上 竟在谈耶稣的人 竟然耶稣就站在他们面前 他们不认识耶稣 他们曾经在耶路撒冷 给耶稣举牌子 耶稣我们支持你 然后耶稣就站在他们面前 路加说他们不认识他 今天弟兄姐妹们 有很多 自己觉得自己是耶稣的门徒的 自己觉得自己很支持耶稣的 是不认识耶稣的人 此时复活的耶稣 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陌生人 他们虽然被称为是基督的门徒 他们也会跟人说 我们信耶稣 但是路加想要告诉我们的是 在此时此刻 他们的信仰当中 有一些很重要的元素是缺失的 而这个缺失的这些部分 导致了他们无法认识复活的救主 他们缺乏的主要是两点 在第十八节当中 他的话语当中能够体现出来 我先告诉大家 他们缺失的是哪两点 路加的记载说提到了 哥留巴缺失这两点 这两点是相关的 第一是他无法理解 耶稣死的含义 如果你们 我鼓励你们 我之前有的时候我说 你们听到的时候 不要记笔记 是因为不想让你们分心 但是我现在反悔了 王一牧师总反悔 我现在希望你们记笔记 因为有的时候你们不记的话 可能这篇道过去就过去了 如果你有笔的话 记下来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以后 这一周你回去之后 可以跟你的家人 一起去教教你的孩子 跟你的家人一起去讨论 去分享 这是耶稣 路加记载 这个哥留巴的信仰当中 缺失这两点 第一点是 他无法理解耶稣死的含义 他不理解耶稣为啥要死 他觉得耶稣的死是一种失败 第二点是 他不知道耶稣会复活 他不相信耶稣会复活 而这两点是紧密相关的 我们有的时候会讲 基督教的核心就是 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把这两者连在一起说 所以这两者的概念 是紧密相关的 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的复活 我们就会把耶稣的死 当作是一种失败 因为死亡 如果没有复活的话 死亡将会是最终极的终点 他死了就失败了 所以这两点的缺失 导致了他们无法认识 这位复活的耶稣 我们可以从耶稣 跟他们的这场对话当中 来分析出来这一点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在谈什么事情 第十八节说 那两个人中 一个叫哥留巴的人说 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还不知道这两天所出的事吗 你没打开耶路撒冷 today 没打开耶路撒冷CNN 看看今天都发生了什么 耶稣说啥事呢 耶稣说我家没电视 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 然后听他怎么 他的话语体现了他的信仰的状态 他说耶稣是一个先知 在神和众百姓面前 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 然后第二十节 但是我们的祭祀长和官府 把他解去定了死罪 定在十字架上 但是我们素来盼望的 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我先挺到这儿 分析这段话 你能分析出来 哥留巴的信仰状况怎么样 我觉得他的信仰状况很好 要胜过很多今天的基督徒 你分析他都知道什么 他承认耶稣是从神而来的先知 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 一个江湖骗子 或者是一个疯子 他折服于耶稣的教导 他说他说话在百姓面前 大有能力 他信服耶稣的教导 他认为耶稣的教导 都是真的正确的 而且他相信 耶稣行过的神迹 他行事有大能 这指的是他的神迹 他相信圣经里记载耶稣 五饼二鱼 海面行走 这些神迹 他都相信 而且他知道 耶稣受难的事实 定十字架的这些历史的事实 他都知道 耶稣的确定在十字架上了 本丢比拉多 把他定死的等等 这些事情发生在他眼前 而且他相信 耶稣就是旧约当中 所预言的救主 弥赛亚 他是我们所肃长盼望的 要救赎以色列的 他信仰很好的 今天我们传福音 要费九牛二虎之力 能让人相信这些事 哥刘巴不用你劝 他说这些我都相信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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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不相信 复活的主 所以单纯的相信 我刚才所说的这一切 都还不是真正的信仰 他相信 因为他对耶稣 作为救主的身份的理解 他不理解 耶稣的死的含义 他说如果耶稣是 救赎以色列的 他就不应该死 死的应该是那些罗马人 死的应该是那些 贪污腐败的西律王 死的应该是那些 不肯顺服上帝的祭祀长们 和法利塞人 这才是救赎以色列的意思 今天我们要救赎美国 我们要救赎中国 你想到的是什么 就把那些坏人 把他们干掉 对吧 所以 他们自然想 救赎以色列的意思 应该就是 把坏人都干掉 我们光明的这一方 打败黑暗的那一方 然后弥赛亚通过 除灭恶人来实现拯救 这个信仰 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个信仰太简单了 这个信仰基本上是 四岁小孩的信仰 因为我儿子也是这样认为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们聊信仰的时候 我的大儿子 他就跟我说 爸爸呀 坏人也有教会吗 当然意思就是说 我们教会里面都是好人 我们都是好人 坏人也会敬拜神吗 那不是在教会之外 就是坏人的 所以在他的思想里面 就是我们是好人 那些人是坏人 我们要去消灭他们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就告诉他说 我说孩子 我们不是好人 我们也是坏人 然后但是 这种信仰的状况 还不如四岁小孩的信仰 为什么 因为我儿子也知道说 虽然我们也是好人 但是我们也会犯罪 所以我们也要悔改 他还知道他自己会犯罪 所以 但是这些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的信仰的状态 就是耶稣要带领我们 打败坏人 我们是跟好人一伙的 我大儿子的信仰 要比他们当时好一点 但是戈刘巴 还之所以不知道 不认识耶稣 是因为他不知道 耶稣要带来的拯救的途径 不是消灭对方 而是自己代替对方死 他不理解这个死的含义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第21节下半节 不但如此 而且这事已经成就 已经有三天了 他开始讲 他对耶稣复活的 这个事情的理解 第22节说 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 使我们惊奇 使我们很惊奇 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不见他的身体 回来告诉我们说 他们看见天使现现 说他活了 又有我们几个人 往坟墓那里去 指的是彼得 还有其他人 遇见妇女所说的这些话 只是没有看见他 OK 现在我们刚才提到了 他对于耶稣的死的理解 现在我们来看 戈刘巴对于复活的理解 首先我们知道说 戈刘巴知道 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他知道这个历史的事实 他知道耶稣的尸体不见了 他听到了妇女的见证 说天使告诉他们 耶稣复活了 但他相信吗 他不相信 他无法相信妇女的见证 他不肯相信天使的话 就是耶稣真的复活了 他之所以不认识复活的耶稣 是因为他不肯相信 耶稣会复活 他不肯相信耶稣会复活 像绕口令一样 所以他无法理解 耶稣死的含义 所以这两者是连续 连在一起的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曾经在复活节的 讲道当中提到了 复活节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坟墓 复活 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 我曾经非常的强调历史性 是为什么 因为今天有些人认为 基督教就是童话故事 耶稣活在我的心里 等等 但是我要证明的是 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历史的事实 但是今天我要再加上一个层面 就是我要说今天 可能希望过去这一年 你已经研究过了耶稣的受难 和复活的历史的事实 证据 你已经很convince 很信服 这的确是历史上发生的 但是今天我要说 你可以花很多的时间 去做深入的调查 历史的研究 读很多的书 去证明福音书的记载 全部都是历史的 真实发生的事情 但是同时 你无法真正相信 复活的耶稣 因为这一切就是 当时戈留巴的信仰的状态 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 但是他只停到了那 他还没有认识 真正复活的耶稣 真正认识复活的耶稣 需要的是信心 需要的这个信心 不是我们可以靠着自己 怎么产生出来的 而是需要这位复活的耶稣 亲自来就近我们 亲自来找我们 亲自来用他的话 光照我们 我们才能够相信 这就是接下来耶稣所做的 第二十五节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 无知的人 耶稣斥责了他们 这个词 无知的人 这个词叫 说出来就很有力量的感觉 就是可以翻译成 翻译得不好听一点 就是蠢货 我不想说这个话 但是这的确是耶稣当时 所说的那个情感所在 没长脑子的人 这是耶稣当时的情感 你们是没长脑子吗 圣经上的话你们不读吗 就是这种感觉 你懂吗 所以当你从原文读这段话 你觉得耶稣说话挺伤人的 耶稣说话挺不给人留面子的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耶稣对于那些敌视他的人 特别温柔 耶稣挂在十字架上 对那罗马兵丁 弄得吐吐 耶稣说 父啊赦免他们 耶稣特别温柔 但是耶稣你咋对跟随你的 支持你的 给你举牌子的这些门徒们 说话这么伤人 没长脑子的人 不太好 这样事的 没人愿意跟你玩耶稣 耶稣总是批评自己的门徒 批评最狠的就是彼得 但是耶稣却不怎么批判 不信主的 无神论者 欺负基督徒的这些人 耶稣特别温柔的 就觉得耶稣胳膊肉往外拐 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 因为耶稣知道 You should know better 你们应该知道这一切 你们是跟随我的人 面对那些不跟随我的 不信我的 从来没有听我教导的人 对吧 我骂他们也没有用 反正他们应该不知道 你们跟了我三年半 你们听了道 听了无数的道 来到教会 听了这么多篇道 怎么不明白呢 所以耶稣是基于这个原因 所以他说话感觉好像很伤人 但是耶稣接下来 没有只是斥责他们 耶稣帮助他们 耶稣给他们 他们所需要的 所以耶稣回答 哥六八信仰上的这两个缺失的点 针对性的回答 你注意看26节 耶稣这句话分为这两个部分 基督这样受害 指的是什么 他们对耶稣死的误解 然后又进入到他的荣耀 这是他的复活 所以耶稣的回答 就是直接针对他这两样 他对死不理解 对耶稣复活不理解 所以耶稣说 基督这样死 这样复活 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因为啥 因为圣经这样说 基督的受害 你们从旧约的先知书当中 没有读过吗 以赛亚先知 没读过吗 他说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以为他受了责罚 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道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所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 归在他的身上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 然后不开口 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不开口 因为受欺压 受审判 他被夺去 与他同事的人 谁想到他受到鞭打 在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过 他虽然口中没有诡诈 在死的时候 与恶人同埋 谁知道死的时候 与财主同葬 耶稣说 这不是我编出来的 这是在我来到世界之前 七百年前 先知以赛亚 就写下来的话 我不应该受害吗 我不应该死吗 然后接下来 以赛亚先知继续说 基督这样进入到荣耀 复活 不是应该的吗 先知以赛亚说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 耶和华要以他为赎罪计 但是 他必看见自己的后裔 并且延长年日 一个死去的人 怎么延长年日 要复活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 必在他的手中横通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 他受的苦难的这些功效 是什么 他要心满意足 是什么功效 有许多的人 要因为认识我这位义仆 得称为义 因为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难道基督这样受害 担当人的罪孽 被鞭打 被欺压 被埋在坟墓里 然后延长年日 从死里复活 看到他自己劳苦的功效 使许多的人成语 难道这不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吗 我来不是要带领一帮好人 去消灭坏人 我来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 不论是犹太人 还是罗马人 不论是中国人 还是美国人 都是犯罪 抵挡上帝的人 所以我才要来 我来的唯一的原因 是因为我要成就那个唯一的义 我是唯一的好人 我是唯一的义人 我要当那个幕后的亚当 来承受 替罪人承受刑罚 来死 来拯救罪人 然后我要从死里复活 我要被升高 我要与伟大的同分 我要把永生的礼物赐给你们 这就是我来的目的 耶稣用上帝的话 改变了这门徒的 所关注的焦点 你们注意看到 你们注意看到 耶稣所说的话 跟哥刘巴前面所说的话 我刚才开玩笑这样说的 哥刘巴 耶稣问他说 你们在谈论什么事 他们在耶稣解释的事情 和哥刘巴 在路上所谈论的事情 是同一件事情 但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视角 你记得哥刘巴怎么回答耶稣的 哥刘巴回答耶稣的话 是怎么说 他说 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还不知道这几天 在耶路撒冷所出的事吗 哥刘巴所关注的是 在这几天 在耶路撒冷所出的事 而耶稣所关注 这个在中文的一本当中 不是很明显地体现出来 但是他们用的是同一个词 就是what what happened in Jerusalem 而耶稣回答他的是 无知的人 你们不知道 what is spoken by the prophets what 这个what 是同样的事情 但是 哥刘巴所关注的是 这几天 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这件事情 而耶稣说 错 这是一个错误的视角 你应该看 先知是怎样说这个事情的 啥意思 哥刘巴是那个 每天盯着CNN看新闻的人 哥刘巴是那个 每天就看耶路撒冷Today 耶路撒冷Today 今天耶路撒冷又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 今天哪里又发生什么重大事情 而耶稣要让他把目光 从这个世界抽离出来 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 先知是说什么的 上帝的话语在写什么 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 当他们每天盯着时事新闻的时候 有一些基督徒 就是每天盯着电视电脑 看网上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 他们就会像哥刘巴一样 哥刘巴是什么样子 面带愁容 在路上跟另外一个门徒互相争吵 而耶稣要让他把电视关掉 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 定睛在上帝在基督里成就的 最伟大的救赎的工作 所以耶稣的教导使哥刘巴的视角 发生了改变 从以观察世界的表象去思考 转向了从圣经的启示的角度 去思考 而除了圣道的宣讲之外 耶稣还用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掰饼 圣礼 所以他们到了一马五四 然后这些人说 耶稣说 拜拜了 我讲了口干舍燥的 我得赶紧去歇一歇了 他说 留下来一起吃饭吧 于是耶稣就拿起饼来注谢了掰开 而在他掰开的时候 他们的眼睛就亮了 他们才认出来他 他们才真正认出了复活的主 而圣经很有意思的 路加记载了耶稣所做的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摸不着头脑 为啥耶稣会做 很多事情是违背我们的期盼的 当他们认出来耶稣的时候 耶稣干啥了 耶稣说 哎好好 你们终于认出来我来了 让我来多陪你们 这个吃一吃喝一喝 对吧 让你们 你们可以多跟我在一起一会儿 你们终于认出来我 哎呦我的天 这一路给我累的口干舍燥 你们这一路一直都是脑袋糊涂 现在终于认出来我了 可以跟我聊一聊天吧 没有 路加说耶稣做了什么 耶稣忽然不见了 你有没有想过 为啥耶稣决定在这个时刻离开 其实答案很简单 耶稣赶紧还要赶着去找那十一个使徒 耶稣时间来不及了 我本来要赶路的 你这是非得让我留下来吃饭 当然这是一个实际上的 耶稣不会顺移 耶稣不会顺移 有谁相信耶稣会顺移呢 耶稣需要赶路 还有一层很重要的含义 属灵的含义 那就是当他们信心的眼睛打开的时候 当他们真的相信了耶稣复活了之后 他们就不需要肉体的眼睛去看耶稣 我们不再需要什么证据去证明耶稣真的复活 因为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已经打开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今天你们从来没有见过复活的耶稣 没有肉眼看见过 但是圣灵赐给你们的信心 使你们对耶稣的认识 胜过在以马五四路上这两个门徒 你们是真正认识耶稣的人 你们是比曾经在加利利海边陪着耶稣 打鱼晒网的那十一个门徒 更认识耶稣的人 你们比他们更认识耶稣 因为你们有真正的信心 当时他们虽然见过耶稣 但是他们不是真正认识耶稣的人 所以耶稣借着圣道和圣礼 来赐给我们信心 当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 回到基督的复活的时候 好像还没有讲到两个小时 再等一下 我们原本在以马五四路上 那个苦涩的心 会变成火热的心 耶稣的复活会带给我们 真正超越这个世界的喜乐和盼望 这个复活意味着 上帝千百年的预言 已经应验了 这个复活意味着 那个统治人类真正的暴政 就是死亡的权势 已经被基督打败了 那个复活意味着 那条骨蛇撒旦 已经被女人的后裔 踩在了脚下 在基督的死当中 死亡已经死去了 这是约翰欧文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部作品的title 书的名字叫做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基督借着他的死 废掉了死亡的权势 死亡如今已经死去了 死亡死去的时候是什么 是永恒的生命开始 于是我们可以 心怀着喜乐 真正的喜乐 那个喜乐要超越 好人打败坏人的 那个喜乐 那个喜乐是 生命胜过了死亡的喜乐 那个喜乐是 罪得赦免的喜乐 那个喜乐是 上帝的国度 终于要降临的喜乐 所以我们可以跟先知 以赛亚一同赞美神 说谁曾测度 耶和华的心 谁做过他的谋事 来指教他 谁曾与耶和华商议 谁曾教导过他 谁曾将公义的路 指示耶和华 又将知识教导耶和华 这都是上帝自己 靠着他自己 无法测度的智慧 和能力实现的 你不用告诉上帝说 上帝啊 这有一个不公义的事情发生 上帝说 你教我 我用你教 上帝同管万有 上帝知道 这世上所发生的一切 而上帝会胜过这一切 而上帝胜过这一切的方式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 和他的复活 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就是基督教所传的 这就是你为什么要来到教会 你来到教会所要听到的消息 是耶稣胜过死亡的权势的好消息 是的 这个消息令人难以置信 在耶稣复活的当天 所有的门徒也都没有相信 是的 没有人天生就会信耶稣 包括我 我也曾经像那些门徒一样 吃笑耶稣 吃笑那些妇女 告诉我耶稣复活 但是就像耶稣 在姨妈五四的路上 对这两位门徒所做的一样 今天这位真实的 已经复活的救主 在他两千年之后 一直不断地用他的圣道和圣礼 来改变着千千万万的人 也包括我 也包括你 这就是他建造教会的方式 用福音的宣讲 和圣礼的事情 因此今天愿上帝 借着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 光照我们 兼顾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他真的复活了 我们应当信靠他 阿们 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 借着路加所记载的 这条通往姨妈五四的路 路上耶稣与他门徒 所交谈的这个场景 来帮助我们认识到 我们对耶稣的认知 或许只停留在 那个像戈流巴那样的层面 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我们需要圣灵来亲自指教我们 用你的话语 你的圣礼来兼顾我们的信心 因此求你今天 能够使用这些蒙恩的媒介 来叫我们真的领受真实的信心 能够信靠那位复活高生的救主 而他现在就坐在你的右边 接受着我们的敬拜 也愿我们今天在这里面 所做的一切能够荣耀他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称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称